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有着20万订阅的人气摄影师YouTube永属 因为突然狙击云诺从明诺而引起了争议 8月9号,永属突然在IG现实动态上传了这样的内容 我没看过像IU一样坚强的艺人 看到从明诺在我女面前哭泣的丑样 真的想要揍她一圈 之前从明诺出演了精神科医师我女的节目 在节目中说出了自己有忧郁症的事情 看最近的男艺人只有身体是男生 里面有着14岁的少女 真心觉得IU是国内第一 连自己的感情都赢不了的失败者们 不要指望能像IU一样 不看都知道 这个现实动态马上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这是得了中二兵末期吗 精神是有多脆弱的话 会看着别人哭了就想要揍人呢 有忧郁症的人的痛苦你怎么能知道 真的是很无理 自己的名字被用在这种地方 IU也会感到鸡皮疙瘩吧 还说什么14岁兽女 你是以为14岁兽女就会哭泣 就要很脆弱吗 真的是傻眼 因为指责辱骂的留言越来越多 这位网红再次上传了现实动态 忧郁症是自己需要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用来当借口得的病 只要你选择不要忧郁 忧郁症马上就会被治疗的 从现在开始 只要有人发私信跟我说狗话的时候 我就决定得忧郁症了 对我说的所有话 现在开始就变成了攻击忧郁症患者 欺负弱者的事情 会根据PC法受到处分的 忧郁 不安 嫉妒 都是从无知中出现的 你别开手你啊 他同时攻击了男生 女生 IU粉丝 从明诺粉丝 忧郁症患者 他嫉妒从明诺的理由 一 长得帅 二 锐很强 三 solo成功 四 组合成功 五 很红 六 很有钱 七 女生们很喜欢 八 甚至男生们也很喜欢 他这么赞扬IU 怎么就不看看IU怎么对人 是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IU精神很坚强 但也是一个非常温暖 想要去理解他人的一个人 怎么就不知道呢 忧郁症 真的不是可以拿来开玩笑 拿来耍帅的东西 对于这位网红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8月10号 演员韩索宇在IG上传了很多照片 因为没有特别的说明 而且图画的气氛也有点深奥 所以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担心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图画 图画都好可怕 我还以为是有什么事了呢 韩索本人在网上对粉丝们说了 最近画质画过得很好 不要乱猜测 用别人的图画 不乱猜测别人的精神状态 真的很傻眼 韩索在很久之前开始 就画了这种风格的画 有关心的人都知道 在出道前就画了很多这种画 甚至比自拍还要多 所以华语圈的粉丝们 也不要太担心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